当前的这样的整个结构基本就是完成了 那我们日后再进行去补充的时候 就会把所有的十足函数放到哪呢 就会放到API 1.0当中的这个蓝图里进行操作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你对于这个iHome来说的话 除了对应的蓝图 除了静态文件 除了Eat 除了Models 还会有一些其他文件 有什么其他文件呢 你们先来看一下 通常情况下 你在这个iHome年金构件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用到一个东西 用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很有可能在去实现每个试图的时候呢 你都会发现有一定逻辑是重复出现的 所以你会把它摘出来 摘出来之后的话 就让它做成通用的工具了 对吧 做成通用的工具 那这些工具的话 到底是工具函数或者工具类 你给它放到哪呢 通常情况下 你都会把它放到UTILS当中 UTILS 放到这样的目录里面来 这个目录的话 就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去实现的 专门用来在我们的各种试图当中 可能会用到的工具类啊 或者工具函数啊 只要你自己去封装的 然后呢 作为通用的东西 那你都给它放到UTILS里面来 这是关键的目录 那通常这个目录的话 还会通常会构建一个目录 什么目录呢 叫做Labs Labs 那这个目录又代表什么意思吗 你很有可能会用到别人的第三方的工具包 如果用到别人的第三方的工具包的话 你又不是通过PIP安装的话 你很有可能是把别人的工具包的原代码拿回来 如果把别人的原代码拿回来的话 那你把它放到哪呢 你就放到Labs当中 代表是第三方库 所以通常情况下 我们还会补充上这两个对应的目录 到时候呢 会去进行相关的续实用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这点说完之后的话 咱们再次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工程当中还会有日志吧 对吧 应该在正常的一个网站当中 实际上是会有日志的 你要把历史记录记录下来 那什么是日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在运行的时候 你看我每本的一次 底下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一条的 这样的一条记录信息啊 那这个历史记录信息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日志 它代表了一个历史记录 就像流水帐一样 那正常情况下 你没有做任何处理的话 它是会把这个信息 给你显示到终端当中的 但是显示到终端当中 就意味着说 如果你终端一关闭 历史就没了 或者说是 你不但往后推的话 前面的历史记录也找不到了 而对于网站来说的话 你的日志信息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日志信息 来判断出来 究竟什么时候 用户访问的是频繁 究竟哪些试图 用户访问是频繁 完全都要依赖于 这样的历史记录进行操作 所以这些的历史记录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给记录下来 把它写到文件当中 写到文件当中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志这条东西 所以我们得把咱们这些东西呢 给它补充上日志的功能 那补充上日志功能的话 我们就得找一个目录 专门去保存这些个日志文件 那我们给它帮到脑上 你再去保存日志文件的话 就由你自己来去决定了 你可以完全 跟你的整个工程目录合离开 都没有问题的 那公司当中的话 大多情况下 都是把日志跟你的工程目录合离开 会专门找一个目录 专门去保存对应的日志文件 那我们现在的话 为了大家看得方便一点 那咱们给它放到哪呢 咱们暂时就给它放到工程目录里面 工程目录里面来 你能够看到所定的日志文件 所以我们给它放到这里面来 咱们给它建立一个目录 比如说就叫做logs 然后呢 所有的日志文件呢 通通的全都放到logs 这个目录里面去做 就是关系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那你说使用flux里面的话 我们通常都学到现在了 是不是也没有去见过日志的功能了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flux里面 它并没有提供对应的日志的这种功能 那你如果想去做日志的话 我们去做呢 在python当中有一个标准模块 哪个标准模块呢 这是python当中的一个标准库 叫做logging Import logging 这个logging模块呢 是python的标准模块 然后它里面就提供了关于记录日志的各种的各样的工具 那我们再来去说一下 flux里面没有单独去实现 它里面呢 就是依赖于这样一个python的标准库 依赖于这个logging库 所以我们要去做的话 直接使用什么东西呢 我们只要去调整一下这个python里面的logging库就可以了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日志配配置信息的话 这个东西呢 是不需要去记的 我们直接用的时候呢 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关于这个日志的代表呢 咱们就可以给它拿过来 咱们给大家去过一下这个代表 日志的代表信息 咱们给它放到哪呢 放到就归咱们的整个工程iPhone当中 放到这里面来 我们把它放到这儿嘛 咱们来看一下 通过这样的代表呢 我们去给它补充对应的日志的功能 那这个日志功能怎么去做呢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要去做的就是说 设置了一下logging模块里面 它所拥的一个基本配置信息 叫做日志的等级 那这个日志等级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说你在去写文件的时候 你在去记录这样的流史账信息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级别的 那咱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去做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我一旦构建好了这样的日志工作之后 那我如何去记录日志呢 你要去注意 并不是制裁的这样的pring的方法 就能够把信息 我通常在文件当中 是不是可以去写pring的东西啊 你只用pring的方式的话 所写的信息呢 并不会记录到你对应的日志文件里去 它只是会打印到屏幕当中 如果说你想把要记录的信息 通通的写到日志文件里去做的话 怎么去做呢 不是通过pring的 而是说得通过logging模块里面 所去提供的一个log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就相当于可以直接使用它了 在这个logging模块里面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logging 通过一个logging的话 直接去使用 这里面呢 就得有对应的相应的级别了 我再去使用的话 可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记录呢 它给你提供的四种最基本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叫做loger 它相当于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pring的方法 你之前用pring的方式打印了什么信息 你现在回过来 就把pring的里面的信息放上了 放到logging.error当中 你想怎么记录就怎么记录 那你这个的话 你使用logging.error的方法的时候呢 你所写的信息呢 就会被写到文件 被写到日式文件当中了 所以这是logging.error跟pring的一个区别 pring的话 打印到屏幕 你使用logging.error的方法的话 它会写到文件当中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对应的这个logging.error当中 它对应的叫做一个级别 叫做什么级别呢 叫做错误级别 也就是说 你在去写文件 写日志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呢 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记录 因为很有可能 你写到日志文件里面 所对应的那些信息 它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有些时候呢 代表说 你在试图函数当中 很有可能是 你在试图函数里面去写的时候呢 在试图函数里面 发生了一个重要的错误 这个重要错误的话 导入你程序不能往下执行的 那你在这里面去做的时候呢 除了要直接给用户 返回一个信息之外 你还要把这个错误 给记录下来 写到文件当中 要把这个历史记录保留下来 我日后查文件的时候呢 我能够知道 当时在这个地方 发生过问题 所以如果是错误情况下 你在去写的时候呢 怎么去写呢 你就直接使用login.2的方式 直接把错误信息给记录下来 这代表是错误级别 那除了这种级别之外的话 还有什么级别呢 login.walling 代表警告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如果发现这个信息的话 并不影响你的程序 继续往下去执行 而是说 在这里面仅仅出现了一个 你预期之外的这么一个结果 它并不像程序执行 那怎么去做呢 你在这个地方就使用walling 代表警告的意思 警告级别 你就使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写日志文件 然后接下来才是说 如果说你还有一些信息 有些什么信息呢 就比如说 像他默认的这种情况下 谬护没访问的这条记录 它并不代表出现错误 也不代表出现警告吧 它仅仅是普通的信息提示吧 代表这样的意思 如果您也想记录这样的信息 不代表错误 也不代表警告 只是想把这种状态给它保留下来 那代表什么东西呢 就叫做infor级别 所以log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infor方法就可以 这是信息级别 或者叫做消息级别 消息提示级别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说 除了这种中外的话 还有种模式 什么模式呢 叫做debug级别 如果说你写的那个日志信息的话 仅仅就相当于 专门指动来调试的使用 就或者相当于 我在infor级别的方式的话 我很很很想去看一下 某个变量的值 是什么样的值 那之前的话 通过这样print的方法去写 打印某个变量了 对吧 现在的话我们去做了 不是通过这样print的方式去做了 如果你想把它也写到日志文件的话 我们去做了 建议你尽量去使用log表迹debug级别 专门记录调试信息 调试级别 专门去记录调试信息的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来看一下 你在程序当中的各个地方都要去记录日志信息的时候呢 你就按照不同的对应的日志的那个等级 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信息 你就按照什么样的方法来进去记录 记录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你再来去看一下 你既然再去做的时候呢 这个日志里面的base config当中的那个level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说你在程序当中各个地方所写出来这些方法 真的都一定要给你写到文件当中的 不是 你之前在程序代码里面 你使用了各种方法 觉得我应该要把它写到文件当中 但是并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写到文件里去做 你比如说什么东西有可能不要去写到文件当中的 你可能说在调试的时候的话 我把这个debug写到配置文件当中 但是我真的在线上的时候的话 我就想要去调整了 debug所写的东西的话 不应该写到文件当中的话 那这我怎么去做呢 我就可以通过通过控制这样的日式级别来进行控制 你比如说我一旦把locking.base config当中的level这个级别 给你设置为什么东西呢 一旦给你设置为infer级别 设置为infer级别的话 那好了 你在程序当中所去写的东西 除了locking.debug的信息 不会真的写到文件之外 上面的infer级别 walling级别跟error级别的话 通通的都会写到文件当中去 然后呢我说了 如果说我想把这个日志的这个调数息 我写一下记录下来的话 那怎么去做呢 我只要把它级别改低一点 改成loging.debug模式就好了 改成loging.debug的话 那相当于在debug的级别 infer级别 wall的级别跟error级别 通通的所有东西呢 都会写到文件当中去做 然后呢 还说了 那如果说我这个地方呢 连这个 这个你之前所写的infer级别提示信息 我也不关心了 我只想关心 你在这里面什么时候出现过警告 什么时候出现过error 那你好了 你并不需要在程序代码当中 把这一笔 这两行代码怎么删掉 而是回后来 只要把这个级别 给你改成walling级别 那就不可以了 改成walling这个级别之后的话 那你接下来 最终呢 只有上面这两种代码 会把真实的信息写到文件当中 而底下的话 就会被忽略掉 那这样的意思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就是一个叫做 日志级别的东西 你可以通过控制一个变量 来去决定 你之前所写的这些代码 究竟哪些写到文件当中 哪些会被忽略掉 这是它的对应的 一个意义所在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把它给它 设置为debug级别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 剩下的这个信息 代表什么意思呢 第二号代表是说 我要去构建一个 日志的一个记录器了 这个日志记录器的话 会帮助我完成 记录日志的功能 这也是在locking模块当中 所提供的 这个rotating file handler 也是在locking模块 里面去做的 把它导入下 在这个locking模块 当中的handle里面 有这个 刚才这个rotating 把它导入进来 那这个东西 rotating file handler 它能够帮助 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呢 通常情况下 你去想 如果仅仅只有一个文件的话 那你会在你的 这个目录当中 那个文件会 随着时间推移的话 是会一直越来越大 对吧 很可能会超过几百个G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意味着说 我们不能让一个 日志文件弄庞大吧 应该给你进行切割吧 保证每个日志文件的话 它都是有一定的大小 我在进行存取的时候呢 才会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这时候怎么去看呢 看一下 这个locking里面的 这个rotating file handler呢 就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 完成这样工作的 它会接收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把日志文件保存到哪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去写了 保存到哪呢 保存到当前目录里面 那个logs目录里面 然后后面的话 是我们所对应的一个具体文件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logs目录里面 我在去用这样方法去写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写到这个目录里面的 这个文件当中来 而且的话 后面给它传的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意思就是说 它能够帮助我们保证 你所指纹的这个日志文件的大小 是按照你的这个东西来去规定的 它保证每个日志的大小呢 都不会超过你去指纹的 这个max fast代表是最大的字节数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当前指的这个日志文件大小 是多大呀 它是以自己的单位 1024节数1k啊 在1024会代表一兆 我这边写的 就代表一百兆 你说保证每个日志文件的话 它都不会给你超过一百兆 如果一旦超过一百兆之后的话 它会把这个文件呢 给你保存一下 会另一期一个文件 它保存的那个文件的话 你当前的实时文件的都是log 然后呢 一旦超过大小之后 它会把当前的文件呢 改成log1 然后呢 再从log文件 再进行记录 它是以这样方式进行推荐的 如果你当前这个log 相当于指名的logs里面的log日志文件 又超过了一百兆的话 那好了 它把之前的这个log1 给你相当于 给你改成 把当前这个log 给你改成log2 然后再重新新建一个log文件 继续往下进行记录 所以相当于不断推荐的话 保证每个日志文件呢 都不会超过你给它指名的这样的大小 然后现在再来去说一下 那你说 再往后进行推荐的时候 你的这个日志文件 是不会越来越多呀 对吧 文件越来越多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 之前的早已的那些日志文件 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我不需要再保存了 所以后面的这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给你留的备份 到底留多少 就相当于 它只给你保留10个日志文件 再往9的话 它就给你丢其上了 就给你删除掉了 它只给你保留10个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进行配置 到底可以给我保留下多少这个东西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然后再来看一下 底下的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方代表就是说 我在进行控制日志的时候 我到写到文件当中的话 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格式来去写 这也是在logging模块当中所经理的 这里面的话 是按照logging模块 它所给它列出出来的语法 把括号这样的括号里面 Leveling代表就是说 这个日志记录的名字 就是级别的名字 然后呢这个代表的是这样的日志 是从哪个文件当中的第几行输出过来的 后面的代表是说 你提出来的那个信息是什么东西 就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后面的话 你构建出来了这样一个formeter 这样的格式之后呢 你把它添加到上面 刚才所写的这样的日志记录器当中 给它放在这里来 然后呢 接下来又把这个日志记录工具呢 给它添加到来呢 添加到logging模块当中 有一个全局日志记录对象 给它添加到那里面去 就相当于把这个file翻了的工具呢 给它添加到全局的那个工具当中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去说一下 那plus里面虽然没有去进行 这样的日志封装 那它只是说 它在去用的时候呢 也是依赖于logging这个模块里面的 那个全局的一个日志记录对象 它是通过这样的设计做的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东西给它放到这儿来就可以了 回过来的话 咱们就可以记录相对应的日志信息了 那咱们怎么去记录这辆日志信息呢 我们就把它拿过来 我们给大家去看一眼 我把这个东西配置好了之后呢 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视图函数当中进行使用 咱们在咱们视图函数里面进行记录 我们在这里记录的话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直接使用刚才我们给大家说过的 那个logging的标准库的模块 除了使用它之外的话 还可以使用谁呢 还可以直接使用Flux里面所封装的那个全局上下的 那个current app代表全局应用对象 Flux里面虽然没有去实现这样的认识功能 但是它偷机取消 把刚才那个logging模块里面全局对象 塞到了current app当中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这里的话 可以通过谁呢可以通过current app这个对象 调入里面的logger 这是它所从logging模块里面拿出出来的那个全局的认识对象 我们可以调入这个logger 就相当于调入这个logging是相同道理 我们就可以调入logger 然后呢里面进行相对应输出了 所以咱们这里面来去看一下做对应的输出方式 比如说我在里面输出一个error信息 error级别的 然后比如说把它叫做就是error级别的信息 error message 然后相对应的话我再去输入几个 这里面比如说再去写一个warning级别的 那这是warning的信息 咱们在里面再来去看一下 这什么目的比如说是咱们使用info级别的 然后在那里面是info信息 在这里面咱们再来看一下debug级别的 对应的这是debug信息 咱们给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当前呢咱们让程序去预评一下 看一下对应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我要程序运行 你看一下当前logger文件的logger目录还是空的呢 然后呢我回过来 回过来之后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重新刷新一下页面之后呢 回过来看一下logger这里面出多了一个文件啊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去配置的这样的logger目录里面的logger文件 你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你看一下当前的信息就被记录下来了 它是怎么按照什么样的格式呢 就是按照刚才我们所定义的那种格式来进行记录的 我们在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让它按照先显示这样的级别信息 你看一下到底是哪种级别的给显开了 然后这里面呢是哪个文件输出的第几行输出了 你看一下刚才我在里面出现这个index文件当中 它所定义的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是说 所以看一下文件当中 index里面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当中分别输出了 我使用index写的信息 monic写的信息 inner写的信息 跟debug里面所写信息 而底下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flux里面直接去利用的那个logger对象所记录进来的 你看一下所记录来的东西 它就包含了到底是谁访问的哪个路径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传问的呀 它把它这个东西也记录下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去看一下 咱们刚才所说的 我在这个地方如果给你改掉 改成东西呢 咱们来看一下它所定义功能 我现在给你改掉 改成东西呢 比如说我觉得每个文件的话 咱们不让它超过三十个字节 所以此时咱们再来让程序重新的运行一下 不让它超过三十字节 咱们让它重新启动 让它重新启动之后了 回过头来 咱们刷新一下这个一面 然后呢你再来去看一下 当前的话 出去相当于多数的这么多文件呀 你再把它点开 你会发现每个文件都只有一行啊 它保证就是说 每个文件不会超过三十个字节的大小 如果这一行都没超过的话 也放到这 所以这时候再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保留的一到十吧 保留十个文件 当前正在说的时间呢 就是这个浪文件 之前的这些文件呢 都是历史记录 所以我回过来 无论我怎么去刷新 无论怎么去触发让它去写 最终回来 它仅仅就是保留了十个文件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的 我们把做过这样的方式呢 把日志给它捧上来了 那关于日志的这样的工具呢 这段代码呢 是不需要去记得 你知道大概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就可以了 而且这东西也是配置完成一次之后呢 以后都会直接去使用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